第一百四十四集 越看越爱 看着看着 老夫人竟抬手 在儿子身上打了一下 平日在家时 我看不上老四 什么二奸细三土匪四无赖 全是我给他们封的名号 可是你看 如今我家的无赖老四 做了武将 精忠宝国 你可要好好的为朝廷效力 说着 老娘又在儿子身上拍了一下 五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明明是经过严格的训练 一说到效忠朝廷 与子却立即起身立正 举手敬礼 面色肃穆 连声呼喊 皇帝万岁 然后 这才又坐在了老娘的身边 既然你是北洋兵剑剑袭 那你就给我说说 这北洋二字是什么讲究 老娘看着儿子 有长进喜爱 端向一阵之后 他忙着向他询问 以江苏为界 江苏以南 海江称为南洋 江苏以北 山东直立 辽宁 统称为北洋 且我海军大学校长 袁卫廷大人 领旨于天津小战 边练新建陆军 袁大人 关授北洋大臣 故而 凡袁大人麾下将士 皆称为是 北洋新军 如今我鱼子雀 已经是北洋学子了 鱼子雀对答如流 话语中充满着无上的骄傲 也是你狗小子 白捡了这么一步官运 老爹鱼龙海 见原来在家时 荒唐懒惰的四儿子 如今变成了这样一个精神抖擞 仪表堂堂的男子汉 心中更是高兴 随之 他半是玩笑地挥了一下手 对儿子说道 袁一仙 总督大人袁世凯 指明典性 要的是你五弟 偏偏子坤 不愿意投身在 袁世凯的门下 幸亏五弟没去 他哪里吃得了这份苦啊 鱼子雀说着 为自己今日的出席 洋洋得意 出操 一起蒙操 就是一个钟头 登山 上剑 当有人搀扶呢 爬升梯 软软乎乎 摇摇晃晃 真有吓得尿了裤子的 你行吗 老太太心疼地问着 我不是从小养鸽子 总上房吗 鱼子雀很得意地回答 怎么 你小时候也爬树上房 老太太大为敬意地询问 这我可要拿吴三代试问了 嘱咐他照看好小哥们 怎么他就让你上了房啊 他怎么管得了我呀 鱼子雀说得更是骄傲 好在他把下房里的人都叫来了 沿着房檐给我挡了一道人墙 吴三代说 那可比让他亲自上房捉鸽子累多了 说着 鱼子却笑了 说正事吧 你们都设了什么功课 老爹打断他母子间的闲话 向儿子问着 有军事 有操练 有算学 还有理化 英语 航海 机器 加一起 十几门功课了 鱼子却搬着指头回答 哎哟我儿 看累坏了身子 老娘听着 又是心疼得插话 不会累的 鱼子却回答母亲的话说 反正 教官只把这些功课 讲给我们听 他也不求我们全会 好在 来日真上了兵剑 各有各的执思 那些人才是专门 要记学问的人呢 那就好 那就好 老娘放心地说着 对鱼子却的意外放假回家 举家上下都乐成了一团 也忙成了一团 立即 娄素云吩咐到厨房 给四弟烧一盘 他平日最爱吃的 爬蕃蕎子海参 随后 娄素云又让女佣 拿去了紫雀 带回来的手提包 马上为他洗提包里 这一层日月 换下来的衣服 adv御 换下来的衣服 吗 老娘